Hello 大家好 我是熬夜看国足的馆长 北京时间9月3日凌晨2点 卡塔尔多哈的哈里发球场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 迎来了12强赛的第一个对手 澳大利亚 20年前就是在这个球场 凭借李伟峰第89分钟顶入绝平一球 中国队逼平卡塔尔 拿下克场关键一分 那一回我们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 但这一回 澳大利亚再次让我们认清了现实 3比0碾压式的击败中国 国足全场为难形成一次有效设阵 赛后 国足出现概率不足1% 登上热搜 外媒用数据模型计算出了各队出现概率 国足直接出现的概率只有0.88% 比同组的越南还要低 从1957年 新中国足球开始追梦算起 包括这次在内 我们一共参加了12次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只有6次进入最终阶段 还有6次倒在了第一阶段小组赛 很多时候10强赛12强赛 就是中国球迷的世界杯 唯一成功的一次 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 如今回想起来 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颜世罗提出的 2002世界杯目标 进一球 得一分 赢一场 我们甚至都不再觉得好笑 因为这么些年过去 我们发现 原来2002年竟然已经是国足的巅峰 三个坡有的 上坡 下坡 真是 没想到2002年之后 国足走的都是下坡道 如果了解这20年的历程 你才会知道今天的国足 你的内心可能不再会因为如今一场失利 就起什么波澜 甚至还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地方 相比2002年 大家倒背如流的禁忌过程 再相比那之前44年 无数次的黑色N分钟 这20年 我们在世界杯门前又倒下了4次 失败的理由变得更加多元 今天我们要聊的 就是这段 21世纪国足冲击世界杯之路 也是一段血泪史 一切要从2002年7月27日中午的 北京昆仑饭店开始说起 颜世多代表中国足协设宴 为米卢送行 米卢 这位2000年1月上任的国足主教练 在历史性的带领中国队 参加完世界杯后就此卸任 即将启程回国 在这位足协认为自由散漫的 神奇教练身退之后 在当年官方世界杯总结报告中 对米卢的评价是 成绩与不足 六四开 这里头多少包含了一个意思 中国足球看起来 还能做得更好 踏入21世纪 中国加入WTO 北京拿到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中国男足打进世界杯 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 韩日世界杯上 虽然小组赛三战皆赴 但作为新手 那只是一个开始 2002年12月21日 仍然是昆仑饭店 新任主帅终于上任 阿里亥正式成为国足主教练 那一年足协最初抛出的名单 可是身名显赫的 雅凯 希丁克 和特鲁西埃三位候选人 但一番考察 最终带回来的 却是这位时任德国禀级联赛球队 斯图加特踢球者经理的荷兰人 他是1970年代 荷兰夺得两届世界杯 亚军的成员之一 然而作为教练 他缺乏经验 后来有人说 阿里汉业务水平不行 也有人说他冤枉 毕竟 阿里汉在其最重要的 两项正式比赛中 只输了两场 只是就这两场 就足够刻骨铭心 2004年夏天 亚洲杯首次在中国举行 国足最终追评了 历史最好成绩 夺得亚军 如果不是决赛中 裁判队日本球员 钟田浩尔在一次脚球中 用手将球挡进球门 置之不理 中国队甚至有机会 在主场夺冠 这场决赛的主裁判 正好是科威特人 那时候中国队还没料到 三个月后 将再次承受科威特人的伤害 2006年世界杯 亚洲区预选赛小组阶段 中国队前四场保持全胜 但都是小比分 1比0胜中国香港 1比0胜马来西亚 1比0胜科威特 这位之后埋下地雷 关键的第五场比赛 客场对科威特 下半场 孙祥出现了一个低级失误 将球传给了科威特前锋 在他身后的张耀昆 被对方晃过 科威特人打进制胜一球 中国0比1输掉比赛 顿时 小组排名中 进胜球比科威特少两个 最后一轮 同中国香港队的比赛 就成了背水一战 不仅要获胜 而且要尽可能多进球 11月17日 最后一轮同时开打 中国队在广州 7比0大胜中国香港 而科威特在主场 6比1大胜马来西亚 双方在积分 相互胜负关系 进胜球都一样的情况下 科威特凭借一个 进球数的优势 压倒中国队晋级 国族屈居小组第二被淘汰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事后多方信息表明 中国足协和中国教练组 直到比赛结束 都没有算清楚 到底要赢多少个球才行 中场哨音吹响时 主席台上的 足协副主席杨一鸣 居然对现场观战的 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说道 两边竞胜球一样 要打附加赛 当时直播的解说 以及其他媒体第一时间 也说要打附加赛 今天你可能无法想象 两场同时开打的比赛 赛后结束花了十多分钟 中国队才弄清楚自己的结局 天河体育中心的 三万多名球迷只剩成绩 李晶宇坐在球场中央抽棄 在这场比赛中 罚丢一个点球的政治 更是唯有掩面 事后回溯 足协为了确保对手赛况 专门派了两个人飞到科威特 但他们没有租用 专门的固定电话线路 由于手机在体育场内信号不好 下半场一度出现 长时间联系不上 而在广州现场的工作人员 同样没能及时通过网络 得知及时比分 天河体育场曾在上半场 及时广播播报科威特比分 但中场却被足协叫停 理由是以免影响场上队员情绪 在这种诡异的层层失效之下 下半场刚开始 就已经5比0领先的国足 直到比赛最后的10分钟 才接到狂攻的指令 当李伟峰在捕食阶段 打进第7个球 用球衣闷头狂奔庆祝的时候 国足助理教练李淑斌 使劲把他推回去 大声告诉我们球员 还差一个 但时间已经不够了 事后隔天 足球报的头版标题 把这场比赛称为弱智事故 香港方面坚称没有默契球 但在外界看来 中国足球连打假球都不会打 直到今天 1117事件都被认为 是对中国足球影响 最为深远的一场比赛 自此之后 中国足球陷入灰暗的十余年 而这个7比0 也被称作中国足球历史上 最可耻的一场胜利 梦遂德国世界杯 阿里汉在赛后离任 也是在那一年 沈祥福率领的 包括曲波 杜威 安琪等在内的 超白金一代国奥队 冰拜2004年雅典奥运选赛 而就在1117事件的一个月前 以时任大连时的老板 徐明为首的七家俱乐部投资人 发动了以正气分开 管办分离 为主要目标的足球改革 最终失败 这就是著名的中超元年 巨漆革命 中国球迷对于男族的美好愿望 和愤怒失望 最终造就了当年互联网的一个爆款 一条近19分钟的短片 《中国队勇夺世界杯》 在2006年7月发布后 不到半个月 点击已破百万 成为了视频时代初年 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齐名的恶搞代表作 2005年3月 带领献心的深圳剑力宝 夺得2004年中超冠军的朱广沪 上任国足主教练 中国队自1997年以来 首次用回本土教练 上任发布会上 朱广沪直言要在2008年北京奥运 和2010年世遇赛上 取得双丰收 然而他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2007年亚洲杯小组赛 在打平即可出现的情况下 中国队最后20分钟 被乌兹别克斯坦连贯三球 直接导致朱广沪下课 冲击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任务 随后落到了两个塞尔维亚人身上 众所周知 由于北京奥运 足协将这届奥运会 看得比世界杯预选赛更重要 也是在这种背景下 朱广沪下课后 足协决定任命 当时国奥主教练杜伊科维奇 成为大国家队主教练 统领国家队和国奥队 这在中国南族历史上 并非没有过 1999年 霍顿就曾两个位置一尖挑 但是这次又有不同 很快 在杜伊的穿着引线之下 他的好兄弟好同胞 带领大连石德 夺得2005年中超冠军的主教练 弗拉多 在2007年9月 成为了国家队执行主教练 这种奇特的双主帅设置 在国际足坛也是少见的 随后被事实证明 也不适合中国 2010年世界杯预选赛 由于亚洲杯成绩不佳 国足失去种子队资格 只能从资格赛打起 在大胜缅甸后 弗拉多甚至表示 中国足球要向西班牙足球学习 以快速的一脚传球 击败对手 然而 中国队的迁运确实差 在资格赛后的小组赛 20场分组中 中国队遇到了加入亚洲粮后 首次参加试育赛的澳大利亚 以及伊拉克和卡塔尔 是绝对的死亡之组 在前三场 国足跟三个强敌都打成平手 包括两个客场 保留了希望 其中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第二场0比0 逼平澳大利亚的比赛 第86分钟 曲波为中国队赢得点球 但邵嘉一主罚失守 最关键的第四战 回到天津水滴体育场 面对卡塔尔 都一在封线上派上 当时已经在国澳中 失去主力位置的高林 替代此前表现不错的寒棚 作为骑兵 高林表现积极 但却早早地在第13分钟 一个任意球防守中 拉倒对方球员 而送给了对方点球 这场比赛 黎巴嫩主裁判的尺度不一 让现场虚声刺起 甚至坐在替补席上的孙继海 也应对其表示不满 被红牌请出场 最终国足0比1 输掉这场关键战役 再次只剩下理论上的出现可能 双主帅设置 不断传出矛盾 弗拉多的战术 以4-5-1为基础 而杜一多用4-4-2 正如选择上 杜一偏向国澳队 弗拉多则希望 多用当打之年的球员 再加上更衣室内并不太平 使得晋级希望欲加渺亡 在第5场迎战伊拉克的比赛中 国足首发上了7个新人 后来有消息说 一个队中老将 在赛前给领导递了小纸条 上面写着 这是拿中国足球而戏 比赛第33分钟 周海斌为中国队率先得分 但在第41分钟和第66分钟 伊拉克联班两球 国足1-2不低对手 这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 提前一轮 无缘晋级十枪赛 提前一轮 锁定小组倒数第一 前5场三平两副 没有一个运动战进球 成为国足冲击世界杯史上 表现最差的一次 最后到悉尼 替澳大利亚的比赛 在对手排出二队情况下 国足1-0 取得一场毫无作用的胜利 这场比赛 弗拉多首次亲自指挥 之前5场他都只能站在 杜伊的身后 而正是这场的赛后 传出了时任国足领队 魏少辉带头在更音室高喊 弗拉多牛逼 杜伊傻逼的说法 这种内外失和 无疑加剧了中国足球的下坠 也让这个双主帅制度 成为最大的效率 兵败天津 让杜伊陷入媒体的围攻 迟道门 墨埃门 包括个人生活问题 全部成为攻击对象 输给伊拉克后的33天里 弗拉多 杜伊先后下课 而一手造就了 杜福时代的时任 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 也在当时被球迷编排成了 谢天 谢地 谢亚龙的经典商链 而最出名的夏链 莫过于讽刺当时 篮管中心主任的 姓鬼 姓神 姓篮成 横批则是足篮打水一场空 2009年的五四青年节 当时44岁的高宏波 正式成为国足史上最年轻的主帅 在备受诟病的杜福时代过后 中国足球再次选择了本土教练 徐庚堡有三个爱徒 很多人如今只记得 吴磊和范之义 但忘了实际上 高宏波是他们的大师兄 高宏波9岁开始跟随徐庚堡 从球员跟到教练 这次能够上任 徐庚堡投下了重要一票 国际足联官网 在得知高宏波就任后 给出的评语是 这个前中国国家队的前锋 将率领这支没有头绪 麻烦不断的队伍 有记者问他怎么看 高宏波说 如果没有信心振兴国足 我当初就不会参加竞聘 当时中国足球 正在经历全面的动荡 2010年在反腐反堵 打假一系列行动中 前任足协领导 谢亚龙 南勇 杨一鸣 相继落马 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韦迪接受足管中心 就在当年7月 在看完南非世界杯回国后 韦迪提出了 中国申办2026年世界杯的构想 撰写报告 成交体育总局 同时期的高宏波 面对率位内定的质疑 诊治行动下的人人自危 以及被称作 底子最差的国家队 开启了他的队伍打磨 并把国足国际排名 由108位提高到了69位 然而2011年 王健林的万达集团 以3年5亿赞助中国足协 打乱了他的部署 这笔合作有一个附属条件 王健林要求国足必须请杨帅 坊间说法是 王健林看了亚洲杯中国队小组赛 被淘汰后表了态 就凭高宏波在亚洲杯上的指挥 世界杯预选赛能出现吗 在带队踢完试育赛资格赛 进入20强分组合 高宏波还是让出了位子 2011年8月 而9月20强赛就将开打 新加坡 约旦 伊拉克 这次的分组在外界看来 比上次好了不少 尤其是在第二档次中 国足抽中的是 此前对其战绩保持不败的约旦 避开了沙特 乌兹别克斯坦 和卡塔尔这三个苦主 然而9月2日 中国队首战主场之以2比1 胜新加坡 紧接着的9月6日 国足客场竟然1比2输给了约旦 在被对手率先打入两球后 中国队陷入漫长的追赶 却接连错失机会 历史上第一次输给了对手 关键的第三第四场 对手都是伊拉克 熟悉的剧情又发生了 在深圳国足0比1输掉了比赛 出现形式又一次的不容乐观 中国足球再次走到了绝境 2011年11月11日 被称为超级光棍节 中国队和伊拉克 在中立场地多哈 进行第二场比赛 上半场高林有一次进球 被吹育为在线 下半场薅俊敏的任意球 又连续被伊拉克球门横梁和立柱挡出 顶替都威的张林鹏和李伟峰 组成新的中后卫组合 然而张林鹏在第85分钟拿到红牌 而伊拉克的绝杀进球 正是来自于最后的捕食阶段 中国队小组赛提前两轮被淘汰 连续第三次没能进入试育赛最终阶段 又一次提前两年 失去参加世界杯的资格 林郑换帅 仓促上马的卡马乔 明显还没熟悉国足球员 六场小组赛 派出了六套不同阵容 活活踢成了热身赛 卡马乔在中国的结局 同样成为了一个效法 2013年6月15日 国足在合肥1比5 惨败给了泰国二等 再后卡马乔被解职 而范志义留下了他那句经典名言 他连都不要了 但事情还没完 卡马乔将中国足协 一直上诉到了国际足联 因为下课时 还有一年半的合同尚未履行 最终在2016年11月 足协付给了卡马乔 税钱总额约为5000万人民币的违约金 在卡马乔这场成本巨大的失败同时 中国职业足球 正在经历最疯狂的 金元足球时代 在恒大 万达之后 上岗 苏宁 全建 华夏幸福 等多个企业豪志千金 如此多的国际大牌教练和球员来到中超 一时俨然世界第六大联赛 但冲击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之路 并没有因此变得舒坦 甚至比上一回还混乱 一共更换了三个国足主教练 2014年 接替卡马乔的是法国人佩兰 他有个很不错的开局 先是2015年亚洲杯上 历史性的小组赛 三战全胜 而后在2018世界杯预选赛 亚洲40项赛上 抽签与卡特尔 乌丹 马尔代夫 以及中国香港分道一组 然而在前六场中 中国队0比1输给卡特尔 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 与中国香港的两场0比0 其中包括运气欠佳的8个门助球 正是这两场闷平 直接让足协提前与佩兰解约 眼看又要止步于小组赛 这个时候是高红波挺身而出 在出现概率不到10%的情况下 主场4比0战胜马尔代夫 2比0战胜卡特尔 其他小组比赛的条件 同样罕见地满足了出现需要 国足成为了各个小组中 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 这对于习惯的计算理论出现 可能的中国队而言 是个奇迹 更重要的是 时隔16年 国足终于挺进了世界杯 亚洲区预选赛的最终阶段 不过高红波二进攻的运气 无法延续 4个月后的12强赛 国足开局三负一平 10月11日 第四场比赛 客场0比2输给乌兹别克斯坦 高红波赛后宣布辞职 留下了他和时任足鞋主席 蔡振华的一个罗生门 在第三场主场 西安0比1输给叙利亚之后 同样留下了一个名场面 在出现希望渺茫的情况下 足鞋火速请到前广州恒大主教练 意大利人李皮再次出筛 足鞋承担450万欧元的年薪 而恒大以1550万欧的价格 聘请他为恒大足校顾问 教练团队综合年薪达到2000万欧元的天价 作为救火队员的李皮 不可谓不出色 中国队在其治下 主场1比0战胜了强大的韩国 最后三场两胜一平 并将悬念维持到了最后一轮 距离进入附加赛只差1分 但最一难平的一场比赛 莫过于倒数第三场对叙利亚 当伤停补14分钟的牌子举起时 中国队仍以2比1领先 然而就在此后 国足一连串的行为遭到长期的质疑 先是吴磊在中场断球后 镜子往前突进 最终一脚高射炮打飞 正是这脚没有选择消耗时间的射门 在往后几年里 让他背负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而叙利亚以最快速度发起了反攻 并在1分钟后 获得了一个弧顶任意球 中国队此时摆出了一个 之后饱受争议的开放十人枪 叙利亚2号 萨利赫接下来这一脚 不仅轰走了国足到手的3分 也摧毁了国足16年来 最靠近世界杯的一次机会 回过头看这场2比2 某种意义上 让那几年砸到足球里的真金白银 化为了泡沫 加速了晶圆中超的破灭 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打之际 对着满屏的中国赞助商 和现场的中国观众 白岩松说出那句 2022的卡塔尔世界杯 将首次在北半球的冬季举行 但中国职业足球率先走入了冬天 2019年8月 在世域赛40强赛开打一个月之前 前上岗董事长陈虚元 当选足协新任掌门人 但迎接他的没有什么好消息 一方面各个层级的多家职业俱乐部 宣布倒闭或者退出 另一方面40强赛开打 当国足0比0凭菲律宾 接着在11月14日1比2输给叙利亚后 李皮在赛后先是批评国脚缺乏斗志 在场上没有欲望和胆量 然后发表了那段著名的声明 当然 当你看完刷面20年的历程 再看这件事 你应该不会再为换帅感到惊讶 李皮的辞职和国足的输求 又将大家卷入了熟悉的节奏当中 如果连李皮都无能为力 难道我们又将止步于此 跟4年前高红不胃一样 李铁在此时站了出来 尽管受疫情影响 国足一年多没有提过一场真实比赛 但在今年5月到6月 铁家军以波斯连胜带给我们久违的信心 尤其是最后一场 面对打平即可出现这种 令中国球迷不寒而栗的条件时 国足以3比1稳稳地击败上届苦主叙利亚 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名身份 冲进12强赛 就在8月底 足协与李铁续约至2026年 国足史上还从未有哪个主教练 像他一样一次性获得5年合约 虽然首轮打澳大利亚的比赛 李铁的排兵布阵 再次受到大面积的批评 但在经历过过去19年 各种各样的失利后 我们应该已经学会 骂教练 换教练 并不能拯救中国足球 金元也好 规划球员也好 同样拯救不了中国足球 只有回归科学的清训系统 健康的职业联赛 和稳定的管理方针 我们才有希望 写完这篇文案 离国足拜个澳大利亚 更过去24小时 不出意外的话 大家看到视频的时候 第二轮对阵日本已经结束了 结果我并不是很在意 毕竟这么多年下来 什么样的结果都能承受 无非是等下一个思念 再等下一个思念 这么多年来 国足都扮演着 整个社会出气筒的角色 谁都能骂 谁都能调侃 但是真看球的人 不管如何被气到肝腾 还是愤怒的大汉 退钱 归根结底是热爱足球的 毕竟任何情况下 当11个中国人站在绿营场上 我们只有当中国球迷这一个选择 其他运动一如是 足球成绩的改变 绝不会是以三五年为一个周期 尤其对中国国足而言 恐怕更是需要一代人 甚至两代人的努力 二十年间我们蹚过了很多弯路 不如摆正心态 承认我们就是一只弱虑 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持续走下去 不管中间发生什么 我依然支持中国足球 想起二十年前那一天 我年纪还小 确认中国足球出现的那一刻 整个小区都爆发出了巨大的吼声 走到街上 全是喜庆的人们 球迷们坐在车上游街 那时积压了44年的情感 希望有朝一日 国足能再次把这种巨大的喜悦 带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